这就是波比跳 消防队员尼克创下了非官方的金氏世界纪录 每次当尼克抵达消防队后 他都要做100下的波比跳 尼克的耐力和体能跟家族遗传有关 他的哥哥也是一名消防员 曾经达成100英里的超级马拉松 而尼克的弟弟是一位曲棍球运动员 最初尼克想在他的消防站完成这项记录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作罢 后来他的一位好朋友提供健身房 让他完成美梦 目前30岁的尼克从开始训练波比跳以来 已经两次打破记录 比之前预计的还要多出600下 就在没有空调的状况下 尼克在12个小时内做了5000多下 刷新了历史记录 动物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